嗯,我实在是太困了,我要睡一觉了 啊,既然着火了,不行,我得去看看兔妹妹 哎呀,好热呀 不停地在流汗 啊,着火了,兔家族着火了,着火了,着火了 嗯,着火了,着火了 啊,着火了,着火了,着火了 这个着火了 赶紧给天天打电话 喂 天天猫 这儿兔家族家 哎呀 着急死我了 兔家族家 他们家着火了 赶紧过来看看吧 哦 好的 我们马上到 来 看我呢 怎么着火了 我妹妹还在里面 妹妹 妹妹呢 妹妹还在里面 兔妹妹 你在哪儿啊 兔哥哥 你的妹妹 已经被人救出来了 你看 在那边呢 妹妹 妹妹 你醒醒啊 妹妹 妹妹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嗯 我怎么家外面 啊 房子竟然着火了 这是怎么回事 吔哥哥 吔妹妹 你们离火远 远一点 一会儿火就会灭的 妹妹 家里怎么着火了 哥哥 当时你说出去买胡萝卜 我一个人在家有点冷 就找了一个火盆想取暖 可是人一暖和就犯困 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了 中间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知道谁救你出来的吗 嗯 救我出来的 我记得好像是雪孩子 我在中途睁开眼看了一眼 嗯 对 就是雪孩子 嗯 雪孩子呢 他去哪儿了 嗯 嗯 雪孩子呢 雪孩子 妹妹 你不用找了 雪人为了救你 已经化成水了 哼哼哼 他为了救我 竟然 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 吔哥哥 火终于灭了 以后要注意哦 好 谢谢你了 天天 哼哼哼哼 我的雪人回不来了 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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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 我们的雪人会回来的 雪孩子从来没离开过我们 他又变成一个开心的云了 你看 兔妹妹 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他又变成了一个开心的云了 小朋友们 这里是哭玩工厂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故事 喜欢我们的玩具的话 大家一定要点击屏幕 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同时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 也可以给橙子姐姐留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跟你采 拜拜